大家好 許舒華同學 台大公共衛生碩士 徐德凱同學 台大醫學系畢業 很好 兩個人呢 都有一個明星臉的綽號在那邊 好 許舒華一看 各位 很清楚吧 輔大田復甄 誰受得了 對不對 這是自稱 自稱 徐德凱更厲害了 那是理想 理想 面對他 放下他 好 請公布他們的題目 你們的答題時間只有三分鐘 比剛剛更少 所以要不要在25秒以內 要努力喔 在25秒以內 請聯手答個三題以上 給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就還是疫情的部分 因為還是覺得 其他不太知道出什麼 醫生看意識 骨科的通常都比較 會比較乏味一點會不會 你為什麼會變博相 比較實際一點 比較浪漫一點 大概是這樣 因為骨頭就硬邦邦的嘛 你知道我意思 就是有刀就開 然後有腳就抬 然後 有刀就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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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求四那樣 對啊 你看醫美的出來站著 哪一個不是 對不對 像摸人一樣 對啊 都會有差別 醫師看意識 看什麼 謝謝助理 同病房的病人 這滿明顯的啊 快 我們答案是B B 鎖定 鎖定 泡茶聊天 因為你泡茶 還有唾沫那些 沒有 可是你可以很遠泡茶 就是你要保持社交距離 可能還可以 可是你同桌打麻將 一定就是那個桌子嘛 然後還會摸來摸去 不到一公尺半 只有對面的可能是這個距離 只有對面的 對啊 旁邊的就這麼近 它就陷出了那個 空間 就真的就是 對啊 飛沫 飛沫 東西這樣子 送分囉 來 揭曉 送分囉 漂亮 好 因為現在呢 是疫情期間啊 有一些行為呢 可能真的會比較容易中獎 一定要提醒大家一下喔 像是呢 我們都會認為說 如果跟患者同班 或者是同事 會不會很危險呢 大概呢 染疫的比例是3到6% 其實相對算是還滿低的 那麼呢 如果跟親友機會的話 是20% 泡茶 聊天 感覺好像 會有一些口沫的感染 但事實上呢 也只有三成之多 暴飾喔 比較嚴重的是呢 是共乘轎車 會來到67% 還有喔 如果是住在同病房的病人啊 以及呢 一起唱KTV的話呢 這就拉高了 有75%可能會中獎 那麼一定要告訴大家 是打麻將 四個人一桌 百分之百都會中 那第二題 吃什麼 輔大劉德華 對於田富貞 他愛吃的東西 說出天字第一號 只要這個東西端上來 他應該都會吃的是什麼 他就喜歡那種擺盤華麗 華而不實 不是 華而不實 不... 很有創...很有創意 我就是要看你這一面 因為你剛剛太壓抑 我覺得可惜 因為我知道你一定很活潑 因為不夠活潑 絕對追不上他 很有創意的料理啊 吃什麼 來 請吃力 歐洲常使用乳酪來增添香氣 請問意大利傳統乳酪 卡蘇馬蘇 它會加入哪一種生物 A 活趨 B 麵包蟲 C 闊魚 麵包蟲吧 麵包蟲好了 麵包蟲嗎 麵包蟲嗎 我們的答案是B 準定 為什麼是它 你們聽說過嗎 因為沒有聽說過 猜的啊 就是推測 就想說乳酪還是要有一些 發酵的一些步驟 然後 闊魚 活趨就覺得 有點恐怖 我想說麵包蟲的話 好像乳酪嘛 然後麵包發酵嘛 雖然其實對這些生物 都不是太好表解 麵包蟲 麵包蟲啊 乳酪啊 麵包啊 麵包發酵 什麼關係他們 他們是什麼關係 我覺得乳酪應該就是要 經過那個發酵的步驟 那只是好像活趨跟酷 就是酷 看不出來但麵包蟲有麵包 所以才會發酵 對 我只是這樣想 就很單純這樣想 對不起 借贏借腳 COSMAS 好 沒關係啊 沒關係 好 要告訴大家 這一款 它其實正確答案是活趨 而這款乳酪 更是號稱地表上 最危險的乳酪 它叫做卡酥瑪酥 裡頭為什麼加了活趨呢 像是我們都知道 這個藍紋確實要成就它裡頭 要加了這個 這個青梅菌 那其實要告訴大家 這個卡酥瑪酥裡頭 它會故意讓酪吟 先在上面產卵 產卵之後 它裡頭就會孵化出它的幼蟲 就是蛆 蛆在裡面 然後在裡頭吃它這個乳酪 這個時候 它們會分泌一些物質 去讓這個乳酪 能夠再進行發酵跟腐爛 這時候裡頭會有腐胺 同時當這個乳酪成形之後 蛆 它沒有要去除掉 就是在裡頭 所以有些人在吃的時候 會選擇先想辦法 把這些蛆給挑出來 但也有一些人 比較大啦啦的話 是直接把這個乳酪拿去冰 冰凍以後 把這些蛆給動孕之後 就直接連蛆 一起把它吃下去 配著紅酒 所以後來這個卡酥瑪酥 它已經變成了微禁品 因為其實還滿危險的 裡頭有這個蛆的腐胺 還有它的屍體的濕胺 所以容易會濕了之後 造成過敏反應 好啦 盲振興終極獎賞 全面兩組不錯 也希望你們下次再加油你們兩位 好 OK 真的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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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成為拍檔 除了要了解對方 當然要讓對方也要了解你 所以Open your mind 這樣才能夠雙向的交流 才有可能建立 應該想要建立的默契 OK 所以那週晚上九點鐘 每天晚上的這個時間 有一個希望能夠成為你智慧拍檔 最好的節目 就是全民新攻略 再見 拜拜 謝謝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一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新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 鈴鐺 筏